为了促使供应商之间 对于永续环境的认知和水准一致 中华电信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努力在公司治理利益关系人中 共同成就绿色采购的供需伙伴关系 105年10月28日 邀请供应商参访台北市木榨垃圾焚化厂 借此提升环境教育素养 中华电信的重要的伙伴 协力厂商应该在不管是欧规也好 在美规各国际的规范里面 都有很清楚的定义 所以说今天在于今年的供应商的部分的参访 我们特别安排木榨焚化厂 这个中华电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起点 那我们也很欢迎大家 今天到我们这个木榨那时候 来看一看 那也了解一下 那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有关环保方面的绿色采购 这些要保护我们的家园这些工作 那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台湾 在木榨垃圾焚化厂的安排下 参访厂商先观赏了木榨焚化厂的简介 了解妥善解决垃圾处理问题 有赖于采用先进焚化技术 以及污染控制技术 达到垃圾减量安定卫生 与资源化的目标 随后参与人员分为两批 由厂区工程人员带领导览 实地参访 处理台北市大量垃圾的木榨焚化厂 应用高科技设备除层除屋除味 并且采取公办公营的营运方式 让参访者都大为赶配 厂区人员群测群力 在垃圾处理的最末端 为市民所做的努力 这个是自动 手动移到这边 这个是自动 电脑控制投票 电脑控制投票 这来就投进去 你看到没有 它要分三段 让他们能够感同身受 然后经过亲生 经历了解整个工部门的不好 台北市政府木榨焚化厂这里 它如何去处理废弃物 然后垃圾怎么样处理 然后他们衍生出来 然后带动如何就是救地球 这是中华电信在于 虽然是说在于通信业界 自通信业界里面 但是呢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带动这一些呢 我们的工业商 希望能被大家能够齐齐 能够为了照顾地球 然后往前走的一步 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大型的吊挂垃圾机器手臂 悬挂垃圾 进入焚化炉口的画面 更让供应商伙伴有感而发 愿于中华电信 共同为环境永续的 绿色采购行动一起努力 我想这个中华电信做这样很有意义 因为平常你一般 你要自己进来是没办法看到 我想这个就让大家更能够审视 说我的包材或者是我在自己 在做采购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要求我的供应商 相对我自己的供应商 是不是也有做这样的一个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意义 就这样在这里 在这场交流活动中 中华电信并且安排了生态旅游课程 让供应商伙伴借此省思 台湾岛上的优美环境 需要靠供应者 从土地友善的出发点 设计更符合低碳的包装 也在美丽的影像中看见台湾之美 生态旅游是一种自然地区 在自然地区所进行的一个旅游行事 它强调的是一个生态保育的画面 以及永续发展的最终的目标 而为了唤起供应商伙伴 对绿色采购的认同与展开行动 中华电信公司也邀请专业的 企业社会责任团队 华为力群国际顾问 进行国内外CSR趋势的发展说明 那从中华电信 从所谓的这个 综合电信服务者角色 需要跟我们供应商 做密切配合的合作 无论是在产品面上面 或是在整个观念面上面 都要跟社会大众 来做一个接触跟沟通 在热络的交流中 中华电信希望未来能与供应商 攜手走出会议室 走进台湾的许多角落 看见更美的台湾 更确切的展现环境教育实践行动 让供应商伙伴与中华电信 正在爱台湾珍惜资源的立场 共同创造公司社会 与环境的多营 好 站站站站 来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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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